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沙律廚房 我們今天來做芝士課腿炸薯餅 首先把薯仔削皮 然後洗乾淨 然後把它切開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入滾水煮15分鐘 記得要加鹽 然後煮完15分鐘之後 就可以拿一塊出來 用叉刺下去 怕融容易刺 如果看到有些融黏在叉上 就代表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拿去隔水 然後再倒入碗裡 用叉硬溶去 但其實叉是不夠力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拿大一點的匙巾去盐溶它 然後就可以加一點鹽去調味 如果你喜歡的話 也可以加胡椒粉 然後就可以把切好的火腿粒 加進去一起攪 再把蔥加進去 然後把芝士切粒 然後就可以拿大約一湯匙分量的薯蓉出來 然後壓平它 再把芝士放進去 再搓圓它 再壓平它 然後就可以拿去鹽生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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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做 蘸完生粉之後 就可以蘸蛋漿 再蘸這個麵包糠 就大致完成了 然後就可以開小火拿去炸 然後就可以開小火拿去炸 看到它微微地轉色 就要拿上來 因為我們會再炸多次 令它脆口一點 然後就可以開大火 然後再放進去炸 但是記得看火 因為真的很容易焦 好 這個的芝士火腿炸薯餅就完成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配上沙律醬 甜酸醬 或者檸檬醬 一起吃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 沙律 還有如果你做完這個炸薯餅之後 覺得好吃的 記得在下面留言 好了 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